好,同学好,今天我们要介绍蛋白质的需要量 那今天的教学大纲 首先要介绍蛋白质的需要量 接下来介绍蛋白质的缺乏症 还有素食的特性 最后介绍胶原蛋白 那教学的目标 首先要认识蛋白质的需要量 并且了解蛋白质常见的一个缺乏症 再认识素食的一个特性 并且了解胶原蛋白在我们身体的一些功能 还有胶原蛋白的一些运用等等 是我们的教学目标 那蛋白质的需要量跟食物的来源 在饮食中蛋白质6.25克 约含有蛋的化合物为1克 那蛋白质经过消化分解以后 可以产生能量 当这个肝糖用劲的时候 可以由氨基酸代谢转变成为葡萄糖 以维持血糖的浓度 在进食或者是饥饿的时候 也有相同的反应 当身体无法获得这个充足的热量营养素的时候 组织的蛋白质会分解生成为氨基酸 氧化以供应细胞所需要的能量 那蛋的平衡反映在蛋白质的利用状态下 蛋是蛋白质特有的元素 因此要追踪蛋的摄取和排泄 可以反映蛋白质的利用状态 因此蛋白质的一个平衡 是以蛋的平衡来表示 所以它的公式表示如下 也就是说蛋的平衡 就是食物摄取中所含的蛋 减掉排泄的蛋 就是得到所谓的蛋的平衡 那这些呢 包括粪便中的蛋 尿 尿液中的蛋 还有汗 还有皮肤 毛髮 所剥落的皮肤 或者是毛髮 所含的蛋元素 那这些减掉之后 就是所谓的蛋的平衡 那一般健康的成年人 应该是维持蛋的平衡 如果饮食越差 那就需要它蛋白质的量就越高 那在饮食中蛋白质 像鸡蛋的蛋白质 那这个就是最好的蛋白质 因为每日需要量 每公斤体重 大概就是0.9公克的蛋白质 但是因为国人的日常饮食 常常是一种复杂的 是以动物性 植物性的蛋白质的食品 混合利用 而成为它的蛋白质来源时 那么它的需要量 每公斤体重 就是1.2公克的蛋白质 那因为蛋白质的需要量 是随着蛋白质的品质 而有所不同 那也就是说 蛋白质优良的时候 它所需要摄取蛋白质的量 就会比较少 但是蛋白质的品质 来源是比较差的话 它需要量就会提高 那根据国人蛋白质的 建议摄取量 也就是说根据卫生署最新版的 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取量而言 一岁以内的婴儿 它蛋白质每日的建议量 是以每公斤体重为单位来估计 它是不分性别 因为婴儿成长速率 有很大的个体差异 所以是以每公斤来计算 那依据卫生署最新版的 膳食营养色素参考量 来算的时候 1到12岁儿童的建议量 是每天大约20到50公克的 蛋白质 它是不分性别的 也就是说13岁以上 男性的建议量 就会稍微比女性高 那其中呢 13到18岁 因应成长的需要量很高 所以建议量会比较高 每人每公斤 每天的这个需要量 是1到1.2公克的蛋白质以上 那成人以后呢 它的建议量就会稍微降低 成人每天每公斤体重 约0.8公克的蛋白质 也就是占总热量的15到16%左右 那婴儿因为是以母乳为主 那所以母乳中的蛋白质是有较高的吸收率的 那婴儿的配方奶粉通常会调整乳清蛋白 它的乳清蛋白跟弱蛋白的比例呢 就是以60到40% 也就是以接近母乳的这个乳清蛋白跟弱蛋白的比例 是比较恰当 那为了提高蛋白质的含量 婴儿配方奶粉都是以母乳都比母乳稍微高 因为母乳的蛋白质有较高的吸收率 所以它不需要太多的蛋白质 所以只需要 所以一般的婴儿配方奶必须要提高蛋白质来补偿 婴儿配方奶粉较低的吸收率 但是却会因为增加了寒氮废物的排出 而增加肾脏的负荷 所以婴儿最好还是喝母奶最好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蛋白质与热量的一个缺乏症 在开发中国家还是常见的一个 就是营养问题之一 约有1.5亿的5岁以下的儿童 因为体重过轻 然后1.8亿的儿童 而因为蛋白质或是热量的缺乏而产生生长停滞 因为儿童阶段生长很快速 营养不良的伤害特别严重 那对于蛋白质的缺乏症而言 有可以分作两个类型 第一个叫做消瘦症 长期严重的热量与蛋白质的不足 造成体内组织肌肤消耗带进 显示身体的一个消瘦的一个状态 那第二类型呢 叫做Koshuaqa的一个症候群 那这个是长期的饮食中 蛋白质品质以及蛋白质的量 均有很差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它的热量跟蛋白质是不足的 而容易有水肿的现象 产生了水肿的症状的时候 尤其是在发育中的孩童 就会产生Koshuaqa的一个症状 也就是它肚子会变得很大 然后是这种水肿的一个状态 那另外有一种遗传性的疾病 叫做本柄铜酸尿症 又简称为PKU 这样的患者呢 他是缺乏本柄氨酸 转换成弱氨酸的一个酵素 也就是本柄铜酸摄取过多的时候 代谢生成大量的本柄铜酸 本柄铜酸 那这个本柄铜酸呢 在血液中堆积 会由尿中排出体外 但是大量的本柄铜酸 会造成毒性 伤害脑部以及智能的受损 很容易产生弱氨酸的一个缺乏症 那本柄铜酸症简称为PKU 他的这个患者呢 他是需要饮食控制 因为长期限制蛋白质的摄取 以避免过量的本柄铜酸 必要的时候 还必须要补充弱氨酸 那在婴儿时期 就必须要接受特殊的配方奶 那另外呢 要注意的就是 甜味剂中像阿斯帕甜 是含有本柄铜酸 那对于PKU的患者 是不宜食用的 蛋白质的过量与慢性疾病 在蛋白质与氨基酸的摄取量 超过身体的需求时 蛋白质分解产生代谢废物的过多 同时也会增加体内钙质的流失 当动物性蛋白质摄取增加的时候 同时也会增加脂肪与胆固存的过多 那这个时候 目前就要用排除钙质流失于血中 尿酸可能增高之外 还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尤其是尿酸就排泄不良的时候 就会造成所谓的痛风现象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素食的特性 由于现在人吃素的人很多 素食是很健康的饮食模式 能够吃得健康 精神饱满 心情愉快 就可以远离疾病 可以稳定情绪 甚至于有抗忧郁的效果 但是要吃的健康又具有营养 还是必须要深入的研究 才可以把素食吃得好 我们要介绍素食的形态 它可以分作五大类 第一类是完全素食 就是完全不吃动物性的食物 只吃植物性的食物 第二类是奶素 就是除了植物性的食品之外 也可以吃一些乳品 也可以吃一些乳品 或者是乳品的加工制品 像牛奶、羊奶、乳酪、奶油 那第三类是淡奶素 除了日常食用的植物性食品 以及牛奶制品外 也会吃蛋类 那素食的形态 称为五类的第四类是鱼素 鱼素呢 又是说有一组人 只吃鱼肉、海产类 不吃猪肉、牛肉、羊肉 也称为鱼素 那第五类呢 是属于宗教素食者 还有一些人 因为是宗教的信仰关系 排除济会的食品 如植物、五辛素 他就不吃洋葱、葱、蒜、韭菜、桥、心渠等 那信奉肥教的这个信徒 他们在饮食中 会排除猪肉的饮食 那信仰佛教的 不吃经过宰杀过的动物性食物 甚至于是属于一种植物五辛素 那在全世界的人口中啊 素食的人口是一直增加 其中呢 就是以淡奶素的人口最多 因为淡奶素呢 最合乎营养学的原则 也容易被接受 那它的材料呢 又最容易取得 也容易在烹调各色的一个美食 也最容易被消化吸收 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一些营养 因为牛奶与蛋是属于完全蛋白质 与植物性的食物配合食用 可以增加蛋白质的一个互补效果 所以淡奶素是符合营养的原则的 淡奶素食者仍然可以摄取到足够的蛋白质 因为五谷类与牛奶一起吃 可以弥补五谷类的黎氨酸不足的缺点 如果以燕麦加上牛奶的组合方式也很好 每天人体对于蛋白质的需要量 至少是40克 所以淡奶素食者仍然可以摄取到足够的蛋白质 所以是有蛋白质的复补效果 那我们要善用蛋白质的品质的互补原则 所以可以提高饮食的蛋白质的一个利用效率 素食者尤其必须要善加利用这样的一个互补效果 比如说黄豆取代肉类 有助于血脂肪的控制 包括肿胆固醇 LODL 胆固醇 三酸甘油脂都会降低 而降低了心血管疾病的罹患率 建议在饮食中增加一些黄豆的摄取 在美国心脏学会 特别建议在饮食中应该增加黄豆的摄取 还可以利用豆腐、豆浆等制品 因为黄豆除了蛋白质的益处以外 还有大豆液黄酮这样的一个保健成分 因此不建议采用浓缩或者是萃取的黄豆蛋白 那吃肉的人得到大肠癌的几率呢 是比较高的 可以从文献中得到得知 吃肉的人得到大肠癌的罹患率是比较高 尤其是肉类它是属于酸性的食品 会储藏在人体的细胞内 干扰到体内的一个酸碱平衡 肉类含有胆固醇 会造成血管硬化 导致高血压、中风 所以吃素是比吃肉的人健康 因为其中是以淡奶素最符合大自然设计的饮食方式 能够有效率的利用天然的资源 达到健康又平衡身体的一个状态 所以是一个健康的饮食方式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豆莢类 豆莢类是蛋白质的一个最好来源 因为它含有丰富的完全蛋白质 尤其像黄豆以及其黄豆制品 就能够补充一些奶类或者是肉类 使其甲硫氨酸的弥补足量 可以更使得完美 也就能够足以维持生命与生长 豆类是唯一能够利用根硫菌的植物 如固氮菌 能够将空气中的氮 经由光合作用转换为蛋白质与氨基酸 那豆莢类就是蛋白质的一个最好来源 像黄豆、花生、青豆、毛豆以及碗豆 这些通通称为豆莢类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是一种不溶性的纤维蛋白 它是组成我们细胞外兼质的一个聚合物 它是动物解体组织 最主要的一个构造性的蛋白质 包括骨头、肌肉、肌腱、皮肤、血管壁 心绊膜、角膜、软骨、玻璃体 肌肉、皮肤、血管壁等 都是胶原蛋白所组成的 那胶原蛋白它在动物的细胞结合组织 细胞中是主要成分 是细胞外基质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分 在我们人体的组成中 大概占了蛋白质的33% 能够保护而且连结各个组织 支撑起人体的结构 那它是位于真皮层中的胶原蛋白 主要是用来支撑皮肤细胞 这种透过无色的胶原蛋白纤维 是由三条螺旋状多生态所 所见解而成的一个主要成分 称为胶原蛋白 那胶原蛋白的纤维 因为胶原蛋白本身是含有 肝氨酸25到35% 腐氨酸是12% 羌普氨酸是10% 丙氨酸是11% 羌氨酸是0.5% 利用这样的氨基酸 所见解而成的胶原蛋白 因为年龄使得真皮层的胶原蛋白 会渐渐的流失 会减少 就会产生皱纹 所以年纪越大 它的皱纹就越多 那其他像关节的韧带 还有肌腱中的胶原蛋白 它的含量也会因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 或者是因为活动量的减少而减少 使得关节的张力以及弹力都会降低 那对于再生胶原蛋白的相关医学应用 在胶原蛋白是人体组织的主要成分 连结了人体各个器官组织以及细胞 所以适用于人体器官组织的修补以及再生胶原蛋白的相关医学应用 包括了胶原蛋白的那种海绵 丝线还有脚线还有脚膜 伤口肤料 人工皮肤 血管 心瓣膜 眼角膜 保护材 注射式的胶原蛋白 药物投递补助机制 以及胶原蛋白基质模板等等的医疗用途是非常大的 所以胶原蛋白在相关医学上是被应用的很多 那胶原蛋白在食物中呢 比如说存在在牛羊猪鸡鸭鱼 以及海产类的筋骨皮 以及鸡肉等 比如说猪脚啦 猪皮啦 猪油渣啦 牛筋啦 牛腱啦 鸡皮 鸡爪 大骨 还有大骨头等 去掉了脂肪的部分剩下的蛋白质 通通称为胶原蛋白 那目前制造胶原蛋白原料呢 是以化学分解法以及酵素分解法为主 也使得也有利用基因转值动物呢 由乳腺来生产胶原蛋白 也有这种 那胶原蛋白除了防皱美容的功能之外 还可以帮助伤口的愈合 有助于烫伤的治疗 可以提高皮肤保湿的功能 调整皮肤表面油脂的平衡 促进皮肤生成的纤维组织的脏力跟弹力 尽管胶原蛋白在于美容的用途 胶原蛋白除了防皱美容之外 就整个胶原蛋白的市场运用而源 已经横跨了化妆品 食品 医疗用品 生物衣材 等等多元化的一个领域了 接下来我们介绍大豆义黄酮 日本女性由于日常饮食中 常常吃到黄豆以及黄豆制品 比如说她们就喜欢喝味噌汤这种习惯 因此日本的女性很少罹患乳癌 也就是说她们乳癌的罹患率是很低的 一般日本女性在摄取黄豆制品 是西方女性的七百倍 而西方女性罹患乳癌的几率 是日本女性的四倍 那这些黄豆制品 包括黄豆 豆腐 豆干 纳豆 味噌汤 以及豆浆 天背 百叶 树鸡 还有其他的黄豆制品 都含有这些植物性的女性荷尔蒙 又称为义黄酮 跟这个都有关 那义黄酮呢 它是对热稳定性的一个物质 大豆义黄酮是经过加热 加工加热以后 比如说烘烤也不会被破坏 经过发酵的制品 像纳豆天背 以及味噌所含的大豆义黄酮 经过水解 成为胃结合状 更容易被吸收 而且具有抗争菌 抗菌 抗氧化 以及干扰 肿瘤细胞 生长它的这些功能 在植物中 是以苹果 洋葱 葡萄 以及黄豆 含有一黄酮最多 尤其是黄豆 那每人每天呢 约摄取黄豆制品 大概平均要 20到35毫克的 一黄酮最好 虽然一般 日本女性摄取较多的 黄豆制品 那每天约摄取 三份的黄豆制品 约有100毫克以上的 这个一黄酮量 但是原则上 目前建议 建议每人每天 约摄取一份的 黄豆制品 最为恰当 就是20到35毫克的 大豆义黄酮就足够了 多摄取黄豆制品 能够降低 罹患乳癌的 几率 2002年 美国饮食疗法协会 在美国举办的 年会中 曾经指出 青春期的青少年 能够多多的摄取 黄豆以及 黄豆制品 能够有效的防止 或者是降低 罹患癌症的几率 有些研究报告 也是认为 黄豆以及 黄豆制品 能够有效的减低 高血压 心血管疾病 更年期并发症 以及骨质疏松症的 一个罹患率 那胃的排空现象 在胃的排空现象 这部分 我们可以从 酸碱性的环境 因为决定了 这个食物的消化能力 比如说 蛋白质需要在 强酸的条件下 淀粉需要在 碱性的环境 脂肪则在 中性偏碱性的环境下 比较容易被 消化吸收 由于每一个 消化腔道 所含的特定的 一个消化效素不同 所以要来执行 这个特定的 消化工作 就是它的 胃的排空现象 就会产生了 由胃到小肠 有不同食物 不同种类的食物 经由胃的排空时间 也会跟着不同的 比如说 水果 它是最容易 被消化吸收的食物 通常如果单独 摄取水果的时候 水果滞留 胃中不会超过 一个小时的 由此可以知道 水果是很容易 被消化吸收的食物 一个小时内 就会完全排空 进入小肠 而被吸收 那淀粉类呢 这一类的食物 它的排空时间 约为 二到三个小时 此后才能由 胃送进 小肠 再经过小肠 被消化吸收 利用 那单白质 类的食物的消化 蛋白质类的食物呢 被排空的时间 大概是四个小时 那在这个部分呢 如果含有 盐酸的胃 胃溢存在的话 又不受外界干扰 才能够完全地分解 就是蛋白质需要四个小时 才能够在胃中完全被消化 分解 那对于脂肪类的食物 它的排空时间 就需要六到八个小时以上 所以吃脂肪类的食物呢 比较耐饿 就是不会感觉肚子饥饿 那一般人类呢 通常都是以复杂性的 杂食为主 所以呢 复杂的一个食物呢 需要五到六个小时以上 才能够完全消化吸收 如果摄取较复杂的食物 像干燥的豆类 非常不容易被消化吸收 因为它需要有高浓度的 淀粉以及蛋白质 它含了太多的高浓度的 淀粉跟蛋白质了 所以这一种食物的组合 至少需要五到六个小时以上 才能够被完全消化吸收 因为蛋白质分解 是需要在强酸的环境 淀粉消化却是在碱性的环境 所以蛋白质排空 是要先完成之后 淀粉才会延后的做消化吸收 结果淀粉在胃中延长分解的时间 就会造成糖类的发酵以及腐败 那食物停留在胃中比较长 那么就容易有口臭的现象 食物停留胃中需要较长时间的时候 就很容易产生腹脏 打嗝 爱气 土酸 口中有异味 口臭 等 表示呢 食物中的组合非常不适当 也就导致胃的排空延长 造成所谓的消化不良 造成食物腐化的现象 进而干扰到营养分的吸收与利用 那影响胃消化的因素 包括了因为胃是储藏食物的地方 胃除了可以消化蛋白质 也将其蛋白质分裂成生态类 然而最重要的胃是储藏食物的作用 所以人类有了胃 所以一天可以吃两餐或者是三餐就够了 糖肉没有胃啊 或者是胃切除的患者 那么一天可能就要吃六餐 都会觉得不够哦 那另外呢胃的内壁哦 有三千五百万条的腺体 这么多的腺体 所以每天分泌了三点五公升的胃液 主要是盐酸 胃酸就是盐酸 所以利用这个盐酸来促进蛋白质的分解 那胃的搅拌食物 使得食物变成浓浓的这个像浆糊般 缓缓的送入了幽门板 那这叫做食米咯 那这个食米呢进入了十二指肠 接着进行消化吸收 那食物的温度也是影响胃消化的因素 因为冰冷的食物会延缓胃的蠕动 因此在夏天吃冰冰冷的食物 或者是换钱喝冰开水 都会稀释消化液 影响到胃的消化机能 导致消化不良 那另外影响胃消化的因素 还会包括刺激品的伤害 比如说胡椒 辣椒 芥末 葱蒜 咖啡酒 尼古丁等 都会刺激到胃的内部 胃的内膜 马上就会产生冲血的现象 就像火烧灼般 那会促使得大量的胃酸分泌 会增加胃溃疡的机会 那另外还有一些药物 比如说这些药品的影响 像阿斯匹林 会刺激到胃壁 造成胃的糜烂 以及出血 点状的出血等 那影响小肠吸收的因素呢 就是因为人类的小肠 是分作三段的 第一段我们称为十二指肠 第二段呢 是空肠 约有2.5公尺 第三段呢 是3.5公尺的回肠 最后呢 是1.5公尺的大肠 所以小肠一共呢 是有8公尺的 那小肠除了有纤维质 像硬果皮等 没有办法 被消化吸收以外 其他的物质都可以 被消化吸收的 那十二指肠呢 分泌了很多的一些激素 注入到血液中 会刺激胰脏 就立刻分泌 碱性的消化液 每天大概有一公升左右 会流入十二指肠 所以呢 可以用来中和胃酸 那这些都是影响小肠消化吸收的因素 那小肠的消化 在一顿换的时间哦 大概就是需要三到八个小时 有许多因素会影响到小肠的消化作用 那比如说神经的紧张 药物 还有细菌的侵入 都会使得小肠的蠕动增加 而造成所谓的腹泻现象 也就是所谓的食物中毒 就是所谓的一些细菌进入了小肠 而使得肠道的蠕动加速 而造成的一个腹泻 那另外还有忧虑 忧虑啊 不安啊 还有饮食的不当啊 药物的滥用啊 使得肠道的蠕动停顿 或者是造成便秘的现象 比如说铁剂的使用 也会造成便秘 一般在治疗这个贫血的铁剂 最容易看到的就是 有造成便秘的现象 这些都是影响小肠消化吸收的因素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例题 例题一就是根据卫生署 最新版的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取量而言 其中成人蛋白质的需要量为何 就是每公斤 成人每公斤 每人 每公斤体重 大概就是蛋白质摄取量 就是1克 或者是小于0.8 就是小于1克或者是0.8 在这样的区间就足够了 那一般呢 大概就是以0.8或者是1克计算呢 就是占了12到15%的一个蛋白质总热量 这样就够了 就是以总热量的12到15%为主 就是成人的蛋白质需要量 那最容易记得就是成人每公斤 每天是1公克的蛋白质 这样是最容易记得 这个就是成人需要量的部分 那例题二 是要介绍本柄铜酸尿症 也就是说 这个患者缺乏了哪些酵素 也就是本柄铜酸的一个消化转换的一个酵素 很容易因为这个酵素的缺乏而造成弱 弱蛋白的缺乏 好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动物性蛋白质摄取量过多会有哪些缺点 就是因为蛋白质摄取量 动物性的蛋白质摄取量过多的时候 很容易造成这个氨基酸 它的含氮汇物过高 造成肾脏的负担过大 甚至于因为动物性的蛋白质 护带的会有什么胆固醇 以及其他的一个脂肪酸 饱和脂肪酸的过多 而造成所谓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那最重要的是会造成所谓的肾脏的负荷 以及钙的流失 这些缺点 那例题四 就是介绍素食的五大类型 比如说是完全是素食 不吃动物性的一个食物 那第二个是所谓的蛋素 或者是蛋奶素 或者是奶素 那还有一个是鱼素 还有宗教的 宗教的这个植物五星素等等 都是所谓的素食的类型 五大类型 那所谓的胶原蛋白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动物所有的结构 结构组织里面 含有蛋白质 这些蛋白质称为胶原蛋白 它是组成我们身体的主要结构组织 包括了骨骼啊 增皮层啊 这些都是属于胶原蛋白 那最后我们要做个总结以回顾 那在今天的课程里面 已经介绍了蛋白质的需要量 还有它的介绍了蛋白质的缺乏症 常见的缺乏症 还有蛋白素食的一个特性 就是有五大类素食 那并且要了解到胶原蛋白的一些重要性 以及在美容医学的应用等等 都是本章的一个主要课程